哈囉大家好 我是Cynthia 我們今天又來到慢旅行系列 其實是第13集了 但我覺得今天這集非常特別 因為我終於不用自己主持了 那因為我們前面開箱過 其實非常非常多在民宿 然後我每次回去都有跟我媽討論 她都會說她非常的想住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是請來我媽 就要當個孝順的女兒 我要帶我媽來住北投的家賀物 然後就沒有想到我弟也要跟來 哈囉 你們可以入境了 嗨 這是新媽 新媽 新媽 就是Cynthia的媽 哈囉 我是Cynthia 你知道嗎 Cynthia嗎 就是直接檢查CYNDI 我們是算是參加她一泊二十的方案 所以就是兩天我們都不用出家賀物 就是在裡面會有很多活動 然後還有非常高級的晚餐可以吃 有少順嗎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好 妳要講 我感覺我媽跟我弟一整集會很失控 那因為這是帶媽媽來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覺得租車大家還是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們就一樣用了合運的Iron租車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租車的點很多 你不一定要跑到租車行 而且用APP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手續 我覺得超讚的 妳媽現在在幹嘛 現在想要買那雙鞋 可是為什麼黏黏的 黏黏的 黏黏的 嗯 腳底穴道嗎 欸 3 3 5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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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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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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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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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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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本來沒有女生浴衣 可是這禮拜有男生浴衣了 今天在這邊是1206號嗎 這木拉圖有點營造出那種玄關的感覺 這裡進來是有一個小客廳有茶几的 然後這邊也有電視 欸這個view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欸 真好欸 OK view有深了我媽心 反正就是我這個窗打開出去的view是非常的遼闊 然後大家來北投主要要看的圖書館跟那個溫泉博物館都在這邊 宇宙的話我們這邊 喔它有另外一個閣門欸 我們家就是住榻榻米的 對所以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熟悉的門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是外公外婆在鼓 所以我們都睡在五樓 然後五樓就是榻榻米 然後就是會有榻榻米 哇等一下我想哭了 蛤?就想哭了 蛤?什麼意思? 沒有想到外公外婆啊 剛剛上一幕應該是在跳熱舞 然後這一幕就痛哭 我弟戲很薄欸 不用到日本 住在家賀屋就可以體驗一下穿日式浴衣的感覺 也算是難得可以跟家人一起打扮的妹妹的 而且穿上浴衣也讓整個家賀屋的住宿體驗更特別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都換好浴衣了 現在在房間就是剛剛幫我們派的月夜都是管家 就是房間會配個管家 然後他們管家就是 等一下還會來幫我們 奉茶 不好意思打擾幫幾位送個甜點 所以這是不同的口味嗎? 對 不同的口味 那造型也是特別有選過 因為現在是秋天啦 我們特別有選過像這個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就像那個忽睿的東西 松茸 對 松茸 日本的松茸人 哎唷 哎唷 等一下 好的 小姐這邊就是福字 就是說那個女生很優雅 點美那種 是不是 他別選錯 不會 不會對對對 這樣搭很重要 趕快說對對對 家賀屋這個奉茶的行程還蠻好 因為奉茶就有一種 那種靜孝的感覺吧 對不對 但我不用自己來 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像這樣子的開箱影片的話 除了看我們YouTube之外 也要記得下載我們的Spicy app 我們App裡面會透過短影片的方式 介紹很多國內外獨特的旅遊景點 美食還有特色住宿 所以還沒有下載的人 趕快去下載吧 我們現在就是房間的那個茶 鳳茶也結束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他公共的那個區域 看一個茶道表演 家賀屋每天下午都有免費的茶道表演 管家會講解道地的日式茶道禮儀 從器具 手法 到怎麼喝茶 也會先刷抹茶 和提供一些和果子給大家 活動輕鬆 又可以學到一些日本的文化知識 要說什麼 お先に 先跟左邊 貴瓶說 お先に 我們在跟我們的鼎組說 おてまい おてま ちょうたい いたします いたします 我們在微微的舉高 感謝一下上天 可以開始轉差完了 想像是一個時鐘 手呈現到C 從兩點鐘 微微的舉高轉到四點鐘 再轉一次 看前面就很緊張 在那邊故作鎮定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喝了 很好喝 很香 覺得這活動怎麼樣 日本的茶道跟台灣的茶道都完全不一樣啦 跟它的東西很少耶 一比四 變略不動 因為我覺得帶爸媽來參加這種活動 我覺得還蠻好的 你看就舒舒服服坐在這裡 然後又有熱茶喝 又有小點心可以吃 就又可以學一點點 就是不一樣的文化 在台灣就可以這樣 我覺得其實算是蠻不錯的體驗 哈囉 好剛剛我們去看了茶道表演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它餐廳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要來做它的擴箱石DIY 還好我覺得這行程應該蠻適合我們的吧 因為我們家都蠻喜歡香氛類的東西 就平常都會買一些蠟燭啊 它就是其實材料都算是幫我們準備好 就是油水啊石灰粉 跟一些你可以做 每個人可以選自己你想要做的顏色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DIY了 它腳底就是嗝嗝的 醜醜的 我覺得我弄出了一個蠻漂亮的顏色 然後現在要來把它倒下去 我覺得你不一定要出國 真的是不一定要把大家收稿這麼累 就像來北投家賀物這種 就是兩天一夜 然後你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然後吃吃喝喝這樣子 我覺得你自己輕鬆 然後爸爸媽媽也輕輕鬆鬆 然後是真的可以放鬆到 目前我媽還挺滿意我的行程 這個粉這樣夠嗎 接下來就是這個加進去 因為它已經比例幫你調好了 所以我只要求最加進去 定制10秒 那假的啦 需要一個就好 然後用瓜里才可以進去 我覺得全部最完美就是我的一種 你看我的兩個表面 然後你看我的圖片 就是這一點 好啦 事實證明我們家最有美術天分的 還是我做美學老師的老媽本人 好 現在要脫模了 脫模就是把邊邊就是 先扳開之後就可以倒出來 -打開啦 -你又八 -喔 現在來看 -C 我也有一個 這個比較漂亮 好 那這就是DIY做完的擴箱石 然後你還可以盛一罐小精油 回家就可以點這個在房間裡面 不錯 這個最漂亮 好的 我媽一直很想跟我們大家講說 她的那個就是最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玩遊戲了 掰 我們現在是來它一樓的納涼記的活動 然後這個好像有到九月底的樣子 所以就有三個遊戲的區塊 有一個是打蛋豬 一個是丟沙包 然後一個是吊水球 就是你過一個門檻 之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像是 下午茶券或是住宿券的獎品 就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 好的我們剛剛玩了三個遊戲 然後全部都失敗啦 我覺得這個活動其實還蠻棒的 就蠻有趣的啦 有同趣 對 有同趣 好 現在媽不在 偷偷來小小姐弟聊天一下 你覺得這次帶媽媽出來玩感覺怎麼樣 就是蠻感動的啦 是因為很久沒有就是 我跟媽媽雖然比較常見面 因為姐姐在台北工作 所以我們其實比較想跟姐姐 就是一起三個人出來 對 因為大家各次後來 我們就都念大學嘛 然後就螞蟻也很忙 而且是環遊世界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很少 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的時間 頂多就是吃頓飯 就是沒有像現在這樣 是要兩天一夜 然後就也住在一起 雖然說大家看我們剛剛畫面 應該都很開心啊 打打鬧鬧 但我們其實覺得內心都是蠻感動的 希望大家趕快找一個機會 跟家人一起來旅行 好 我們現在是在家賀屋的天翔餐廳 這邊要用他的會錫料理 會錫料理就是 整個不管是擺設還是用料 都是在更豪華一些 那我覺得更有特色的是 他們連器皿都會去找這種 就是有月亮形狀的 所以你每一季來 就是不只吃到的食材不一樣 連器皿都用的不一樣 好 其實今天會做這集呢 算是真的超級多 蠟粉敲碗說 拜託我們趕快做 或就是帶那種爸媽出國 或是出去旅行的主題 因為很多人覺得 帶爸媽出國就是 爸媽很難搞 然後很煩意見很多 很容易吵架 不會啊 應該是不煩吧 我們只是人生的歷練比較多一點 可能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看法 啊其實也不囉嗦吧 為什麼我覺得我媽講起來很詳細啊 能跟孩子一起出遊 或者你們這個年紀的 願意帶父母出來玩 坐在現在是比較少啊 因為大陸年輕人都跟年輕人 然後我們就自己有這個族群 這個年紀人的玩伴啊 其實都在等啦 等孩子開口 是不是 對 就是真的你帶他們出去 他們真的還是會很開心 剛吃飽了我們的會喜料理 現在的行程上要帶我媽來酗酒 愛喝酒的人 你看 他剛說愛喝酒的人先 然後他自己就先拿著愛喝 你這樣這個反應不太好喔 我喝帶大口的 不好意思 喝一口小一點 很香但是酒味應該是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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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酒 就是把妹酒少女酒啦 果實酒都是這樣這樣 很適合我 桃子的我喜歡 桃子的酒味 我覺得不用再加冰塊了 那我怎麼喝完了 我還沒喝完 你看我媽有多失控 喝完這個我就可以休息了 現在才8點50而已 你跟我講你要休息 差不多啦 我都很早就行啦 我可以去外面發散啦 可以回去泡個湯啦 對 就是來家惠吳就是要泡湯 對 享受一下 媽媽就是 反正他就是又嫌累喔 他就回去休息 所以現在是我們姐弟的 秘密小時間 對 因為我跟媽媽 一直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夢想是 我們很想一起去摩洛哥 摩洛哥就是一個 玩起來不輕鬆的地方 然後因為要存錢 然後我就一直死月光 我就一直存不了錢 然後就沒有辦法去 然後我今年就是真的 下半年就是真的很認真很認真在 想我一定要開始趕快來存錢 然後才有辦法可能在明年或後年 就是我媽媽體力還可以的時候 就是跟他一起去摩洛哥走一場 沙哈拉沙漠 好了 已經太感人了 已經要哭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好 那我們就要回房間 就是泡個湯 然後今天晚上就準備休息 那 OK 待會見囉 拜拜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 上來回房間突襲檢查一下 看他在幹嘛 看他是不是 真的睡在浴缸裡面 你也太軟爛了吧 你在幹嘛 因為我泡完湯會有點休息 喔真的喔 你泡完湯了喔 雖然不是大眾在房間裡面 可是在那個空氣那個 有窗戶這樣有點微風 連在裡面都快睡覺了 可是我休息一下 等一下還想吃Poca 預備喔 然後就這樣就是一種享受 然後冰箱還有啤酒 喔 對喔 我媽真的要笑死我了 好 所以我現在也要去 放水泡湯 然後等一下跟我媽一起去酗酒 掰 你們的Spice的影片我每篇都看 真的喔 每篇都看 那你看他這樣玩 你也會就是幻想說 你也可以跟女兒在現場 這樣一起經歷那些 有趣的人事物喔 會有點羨慕 但是可能體力上 我覺得 也可能沒那麼OK了啦 這是難得有機會 可以就是跟我們一起 這樣出來旅遊 跟你的兒子啊 我也蠻喜歡的 而且可以跟孩子在一起 我覺得那種感覺又是不一樣 我應該算是 算是第一次跟 跟他們長大之後 第一次跟他們這樣子玩 跟孩子當然就是 我比較主張跟孩子之間的互動 應該這麼講 年輕人跟爸爸媽媽玩 應該是彼此多少會有一點點 遷就 但是要樂在其中 我的期望啊就是有 能夠跟孩子出一趟遠門 然後就很自由很自在的這樣子 玩個 玩個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當然要看他們的 工作上沒有那麼長的假期 謝謝Spice 給我有這個機會 你有多久沒帶家人一起旅行了呢 長大以後 和家人從朝夕相處變成圓圓關心 有時候都忘了 陪伴彼此 看到彼此的笑容 就是愛力最讓人感動的事情 所以看完影片 不要再多想了 找個時間和家人一起出去走走吧 好那我們這次北投家賀屋的笑心之旅就結束啦 你們好回家 再假再假再一次 不用再一次就這樣 就讓這一場outour的結束吧 希望大家日子也趕快找機會 可以帶爸爸媽媽出去旅行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like 不想要錯過我們之後更新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開鈴鐺 想要跟我們其次互動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 下次見囉 下次還有你嗎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笑心之旅行程的話 也許下次媽媽跟一個弟弟還會出現 那如果這支點運綠實在太差的話 就怪他們 所以再也不會有他們了 OK 掰掰